哈囉 妳好 親切打招呼員工熟練 兼著荷包蛋早餐店生意好 代表人力需求上升 所以未來時薪跟月薪 都可能雙雙調漲 調漲的幅度讓老闆大喊吃不燒 基本工資審議即將在八月登場 行政院長賴清德表示 為了照顧不同族群 基本工資月薪跟時薪都應該調漲 目前基本工資月薪兩萬二 預估月薪調漲幅度比照往年 未來月薪將超過兩萬三 約調漲百分之五 時薪部分則是一百四十元 調升至一百五十元以上 甚至上看一百五十五元 時薪調幅最少達到百分之七 時薪調幅高於月薪 對於調整幅度商總 則是有不一樣的看法 對於薪資調漲政策 工總理事長王永遠認為 基本工資應該回歸市場機制 一旦薪資調高 就有可能造成年輕人失業 大佬提建言 不過勞團聽了 可是滿肚子火 勞團痛批過去 蔡政府打著照顧勞工名義 贏得選舉 上任後政策卻不斷跳票 也不免讓這次調薪 被外界解讀成為選舉綁樁 記者華少平兩位於台北採訪報導